美琪是一个中美混血儿童 她和爸爸妈妈一起搬来中国 讲着一口并不流利的中文 爸爸妈妈每天忙于工作 无暇管她 甚至一连好几天 美琪都见不到爸爸妈妈 陪着她的只有那个空荡荡的房间和保姆阿姨 稍儿 美琪才刚刚来到这里 对这里还是人生地不熟的 所以 她很少和同学说话 每天都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不久 美琪不幸得了自闭症 她的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老师知道了以后很是担心 就赶紧通知了美琪的爸爸妈妈 在公司里 爸爸妈妈正在开着会 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以后 也很是难过 可是 他们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一时走不开 他们就想着等到会议结束以后 再去接美琪 谁知 这天被通知了不用来接美琪的保姆阿姨 没有去学校 而爸爸妈妈的会议又延迟 美琪放学以后 她发现 迟迟没有人来接自己 她等了好久也不见爸爸妈妈和保姆的踪影 所以 美琪就打算一个人回家 就这样 美琪一个人 孤零零的在路上走着走着 突然 在过马路的时候 美琪因为一直低着头 就被急迟而来的汽车撞倒了 后来 被送到医院以后 美琪因为抢救无效而去世 当她的爸爸妈妈赶到之后 看到的只是女儿的尸体 他们终于后悔了 可是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父母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 多多关心孩子 感谢观看